- 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剛才有幾集的影片 和大家更新了名媛蔡天鳳的瑞絲案的相關資料 現在在香港01那裏見到他們找到個街坊去做一個訪問,原來見到他是走入屋的,到底是見什麼事呢? 我們一起看看。根據香港01報道,龍尾村有街坊目擊到蔡天鳳最後身影,住在附近的街坊表示 星期二大約晚上10點多下班回家,目擊到相信是蔡天鳳的白衣女子,跟了幾個人入屋,然後出去了。 去到星期三凌晨,22號凌晨回家再次聽到涉案單位傳出一些撞擊聲和男女對話聲,期間更加有女子高聲地說話。 他說他當時是在星期二晚上10點多下班回家,大約25米距離外見到一名白衣女子跟著三四個人在一輛七人車下車,然後步行入去涉案單位。 他當時覺得那個女人的側面好綿善,他回憶回家後,就去了附近的沙灘跟朋友聊天,去到第二天的凌晨凌時就回家。 當時他聽到涉案單位傳出一些聲音,就好像撞窗邊或是有物品跌落地下的撞擊聲。 那聲音是間不中傳出的,每次大約十幾秒至三十秒左右。 他說持續了十分鐘。 他又說到除了撞擊聲之外,也曾經聽到單位有女人跟男人的對話聲。 而附近的村屋住戶另一位住戶張先生說,他說每間村屋都有他指定的車位。 涉案在地下單位已經空置了幾個月,他大約是今個禮拜才開始留意到屋前邊的中港車, 估計住戶是差不多時間搬進去的。 那龍美村前村長陳先生的住所就正對這個涉案單位了。 他的閉路電視又拍到涉案單位外的中港牌七人車。 就說那七人車在星期二、21日下午3點曾經離開現場, 但是這些影片已經交給警方處理了。 還有另一名街坊的蘇太,他較早前受訪時指出了。 他說聽到涉案村屋附近有吵吵聲和女人叫聲, 還有人大聲叫你啦,就持續了一個小時。 那看完是附近的街坊所說的東西之後, 其實他們這邊的做法都幾吵吵吵。 即是說他們動手之前是有經過講數的, 還要是故意載到他去這個位置, 跟了幾個人一齊進去。 如果按照那位街坊所說的講法沒錯的話, 跟著他是有三到四個人的。 那這三到四個人是些什麼人呢? 是否就是他抓到的三個人, 再加上他的前夫, 那就剛剛好三到四個人呢? 還是還有其他人是涉案的呢? 暫時根據最新的資訊都未抓得到他前夫的。 而那一類的撞擊聲到底又是些什麼呢? 會是在爭執過程中將他這樣爭執, 有些這麼強勁的撞擊聲, 還是他分屍時用來刮刮的聲呢? 不得而知, 因為正常來講如果你打的話, 會不會有這麼大的聲響呢? 但是你說分屍期間有一些撞到窗邊的玻璃聲, 那又好像不太合理的話。 所以這單案都有點異點的。 好啦那暫時更新到這裏先啦,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? 下邊留個言啦, 如果還有新的資訊出現的話, 再同大家更新回啦。 那我們來到這裏先, 下集再見啦,拜拜!